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等着 我们又见面了,那么还在啰嗦什么呀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故事内容 对于新多的感觉,我想大多数人是熟悉的 男性本能会排斥50岁以上的女性 女性本能也会排斥50岁以上的男性 因为这是一个保护基础 是写进了人类的天安登注 这关系到祖辈和后代结合的问题 但并非强制性的 在基因里,门到了一定年纪和过后 就会开始衰老,退化 在自然的法则之下,是属于淘汰的 不利于反应和进化的 所以就有了排斥的行为 这是身体的选择,基因的选择 无关各样意识 那么自然而然,年轻的,有活力的一性 成了首要条件 当你靠近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身体最稻热 心跳加速,一直在仿佛 这是荷尔蒙分泌过多的表现 你想得没错 个人的招有标准 不管是颜值,生产,物质条件等等 其实根本原因是你的DNA的需求 而所谓的个人意识 只是在为其服务 所以你的身体控制权从来就不在你的手上 而是在你的基因手里 它掌握着你进化的方向 选择,行为,以及你的一切工作 而我们自我感觉这部身体是属于自己的 其实个人意识 只是这个巨大的,有趣的生物结构下 产生的素素品 这是为了更好的进化和发展 我想大部分人对于意识的产生 是有疑惑的 孩子出生 当他接受的信息基本为零的事 那么按照正常逻辑 当出生的婴儿是无法做重要的行为的 但却相反 孩子会哭,会需求食物 所以做一些基本的表达行为 如果说这是他的个人意识 控制下的这些行为 这是不是就很违反逻辑 如果反正一系列行为 位于基因控制下的生存本能 是不是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冲突 随着成长 大脑接触的兴趣越多 自我意识便在重要的情况下产生了 就像一个程序架构 随着写入的代码越多 就开始成长进化 对于生物 就会将产生自我意识 对于机器来说 就是人工智能 那么底层逻辑会发生改变吗 这个是肯定的 伴随着进化 为了加速进化 能够集到了一定程度 这种单率是必然的 那时 我们会共同协助于自然法则 对自身进化方向进行改变 那么反对 意识产生的基础 就是我们的根本DNA 为了生存 它们需要更多 更深地了解这个世界 从而进化出了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等信息收集器官 这些无意例外 最大的认输 就是用来感知世界 然后再经过大量的数据下 我理书自己所能认知的事物 可想知 信息对于进化来说 是多么多秒 只有掌握得足够多的信息 就能为自己定制 更快更有力的进化方向 根据进化人们来说 所有的生物 都是由最初的单细胞演化而来 那时候的糖能 并没有神经系统和了 只是简单地符合 周围的糖等 能量分子 供自身存活 维持内部的稳定性 随着时间的飞移 随其细胞发明出了 能托太阳能的结构 并利用大气氛的二氧化碳 发生糖 并释放出氧气 这两位之后的复杂性命体 提供了基础 当细胞吸收的物质 越来越多时 内部结构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无法适应外界的条件 于是 细胞们又发明了精准复制 这就是著名的双螺旋结构 这个结构 圣福朗西斯克里克和 詹姆斯沃森 有名生物学家 在2005年发现了 开启了生物学的新纪元 并因此获得了若贝尔奖 于是 真正的演化开始了 改个比方 当你开始做一道数学体验时 第一次肯定会很慢 而且容易出错 当这道题 你做了无数遍的时候 你不仅仅能准确无误的快速得出答案 而会愈悦地发现 这道题似乎还有更快更简单的解法 随着重复的次数越来越多 这个解法就会越来越清晰明确 对于细胞而已 随着时间不停的自我复制 就会慢慢地让自己更适应环境 更容易生存 也就更容易进化 从此产生两个重要的演化过程 竞争和合作 当发育方向不同的细胞融合后 就会形成单一个生物体 这就是共生起源 组成生物体的细胞越来越多之后 就会演化出神经系统 就跟药质树先修路一个道理 早期的神经系统 用神经源 通过感知细胞 控制着生物体的进化和微信反应 不过这种检疫的神经系统 只适用于小型生物 面对大型生物更复杂的行为需求 心有力而弃不足 于是 它们把神经细胞集合起来 形成神经结 靠近前端的神经结 那么地进化成了统一的管理系统 或者管理其他的神经结 这个管理系统就是大脑 不是说大脑一开始就有了 而是基因为了进化 这是基因的需求 要分清楚一次 既然大脑有着生物体的统筹作用 那么大脑又是有什么控制的呢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 生物体的反应动作 是大脑处理外界信息的一种反应机制 从而让生物体做出适合自己生存的进化 会被温险的人的行为 也就是说 生物体并非有其意志所控制 就比如 当你饥饿想吃饭的时候 所做出的做饭点外卖行为 要真的是你个人意志控制之下吗 还是这只是生物体本身的生存反应之质 从这点上来看 人工智能会极有可能产生历史 正是这种原因 让我们产生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占有欲 前史中 我们本能够超越到自我的处境 然后我们有了各种各样想要得到欲望 想要以此来证明自我价值 你以为这些行为都是自我在控制吗 或许这也是在基因的控制之下的 想想看 人类的发展进步已经干什么了 不就是欲望吗 想要得更多 那么科技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军事 农业 生物 这些领域都是人类的需求 军事本来是为了抵抗其他物种的物心 让基因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内部达得很激烈 不 这可能也是在其控制之下 因为内部竞争的越激烈 那么发展就会越快 实力不足的就会被淘汰 未来才有可能抵御更大的冲击 科技加速让我们脱离自然的舒服 为彻底的与环境格力做准备 种种迹象表明 事物基因也在受其他的影响 所以才极烈的想摆脱 想来这就是自然法则了 规则下产生的所有事物 都受起影响和控制 它对于这些事物都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规则之内你可以任意跳RAP 但却不能跳出这个框 看来咱们的基因也是有优惯意思的 最后 喜欢敏感的朋友 别忘点个关注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